大家好,我是故障厂长 今天上午来了三个小块地 这里也是 没想到东西挺小的 我还不知道啥情况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看吧 这一枚是我收的一个鬼万利 哎呀,没想到啊,这品像 我想象的有点差别 滑下巴巴的 厚度1.8,重量4.4克 不知道要不要砸合,感觉状态挺好的 滑下巴巴就不砸合了吧 看来还有点金粉 明天有点像是洗的 但也有点像是水坑的 大概率还是洗的啊 标准水坑 那洗的的话颜色也不像这样 所以我也吃不准这个到底是洗的还是水坑的 但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 厚度直边的啊 这个钳很直边 但是它背面看的不是特别干净 有点金粉一样的感觉 这一个 开放盒有点小可惜 我比较喜欢开放盒 只能喝个封闭盒 自口状态什么都还行啊 这个软里 我170买的 东西还不错 还有两个小袋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我北京 我应该这个是沈阳的那一单 这是沈阳 沈阳的 这个 沈阳的话 是一个小龙子 也不值得单独做一句试试吧 有个东坡圆峰吧 沈阳的话是个东坡圆峰啊 也不用单独做一句试试 这是一个东坡圆 应该 东坡圆峰 嗯 最近很多事也不是特别顺利啊 最近一段时间 这怎么会是个这个东西啊 哦 这还是许多的 就给我寄了个周园 嗯 就寄了个周园 啊 让我帮他上拍一下 就一个周园 那一个周园就一个周园吧 帮他拍一下也拍一下吧 让我说这个东西500块钱收 我肯定也不要 啊 挺像其实上面有个坑 声音也一般吧 应该是没问题声音 声音应该没问题啊 哎 本来以为这个是沈阳的呢 结果就给我寄一个周园过来 这有意义吗 我觉得 我说你要寄你就多寄一点吧 那寄一个周园去拍一下 嘿 没问题 我帮他拍 拍掉之后 把钱就得了呗 第一次合作 有的人比较保守一点啊 没关系 那正好 可能我到时候给他放里面拍掉就得了 差了一个两个的 这个是沈阳来的 这个沈阳来的 这是我买的一个那个啊 买了一个东坡原分 我上次买一个东坡原花了四百块钱 这个就二百多块买了 说明我第一个东坡原分买的太贵了啊 我们也是这样一点一点在降低自己的认知和成本的 就是我在 就是说一开始我觉得我我第一次看到东坡原分卖三四百 然后一般在五百以下的东西一千以下的东西我们可能就随便买了 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他多少钱 那你从来没见过就是说他出现 你第一次碰到他啊 比如说我第一个东坡原分买了三百三百六 然后加上合资费成本四百块钱啊 这个东坡原分买了多少钱呢 这个东坡原分 就是加那个华夏那个加钱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一书小字啊 那个成本的话就是 嗯 这个就是成本也是八十二分啊 我上次那个也是八十五分 这个成本的话不到三百两百七 啊 我上次买那个是四百 我觉得是东坡原分的认知就可以下降一点 像这个就可以下降到就是说在 当这个品像其实这样看的话 没有我上一个那个字口好 但是这个带点薄秀 但是他这个秀很丑 啊 谁拿个钥匙把它洗掉吧 这个秀还不如没有秀的 这边上还有个小磕笨 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个品像没有我上一个好 啊 我上一个的话有点像船市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呢 也不好说 啊 但是呢这个还行吧 反正是两百四十几块钱 对吧 东坡原分 这也基本上华夏的最低价 也就意味着这个东西有可能是 在两百以下也能买到的东西 啊 差不多是这样 我之前一直以为东坡原分 要卖到一千左右的 啊 我最近买了两个 啊 就没有花多少钱 没有花那么多 反正也算是一个论知吧 大家 看我视频的话 省了你们去 买的很贵 对吧 反正一个论知 这个是 七百一百七十块钱买的 为什么会买呢 反正我很简单 买了我就往排卖伊伦北 只要能出去 我就赚了 对吧 出去我也能赚十块钱 哎 万一有人上两手的话 我就赚更多了 这个这个状态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按照最近的行情能出去啊 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些 啊 我的 视频就到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关注 今天收获了两个小钱币 一个东坡原封 一个鬼弯历 啊 还有一个小桌园 嗯 拜拜